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冯木林虽然只有18岁 但在当地大大小小的木匠当中 他的手艺是最好的 冯木林不仅手艺精湛 而且老实厚道 心地善良 从来不会多要工钱 真掏不起工钱的人家 冯木林一文铜钱也不会要 冯木林的父亲也是木匠 也是冯木林的师父 如今 冯木林18岁了 父亲要给她娶媳妇 但找了十几个姑娘冯木林都不愿意 不是冯木林太挑剔 而是她15岁时就和村里一个叫周雪兰的姑娘好上了 但周雪兰是冯家地村周财助的女儿 周财助是村里最大的财助 家财万贯 富甲一方 而周雪兰又长得亭亭玉立 貌美如仙 上门提亲者络绎不绝 又大都是镇上的豪门富户 冯木林父亲对儿子说 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你只是个小小的穷木匠 没有大宅院 没有绫罗绸缎 没有金银首饰 没有山珍海味 人家千金小姐凭啥要嫁给你 冯木林说 爹 周雪兰的确愿意嫁给我 而且说这辈子非我不嫁 我也对她说了 这辈子非她不娶 不信我把雪兰叫来你问她 冯木林父亲说 小孩子说话能当真吗 婚姻大事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雪兰说愿意嫁给你 她爹就会把她嫁给你 冯木林说 我不管 反正我要娶周雪兰 不然就打一辈子光棍 我虽然是个穷木匠 但我还小 我一定会赚到很多钱的 冯木林父亲说 憨孩子 咱就是一个木匠 一辈子也赚不了几个钱 能不饿肚子就不错了 还想娶人家周才猪的女儿 你让人家千金小姐跟着你吃风喝沫啊 冯木林说 爹 我也对雪兰说过这样的话 但她说她愿意跟着我吃苦受累 冯木林父亲说 这样吧 你让雪兰问问她爹周才柱 愿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你 如果愿意我不当然不反对 冯木林就去找雪兰 把父亲的话对她说了 说我爹担心你爹不同意 毕竟我们两家差太远 你家是大财助 家财万贯 你又是财助家的千金小姐 而我只是普通人家 我爹和我只是个穷木匠 家图四壁 你爹一定不会答应的 雪兰说 我爹对我非常好 我觉得她会答应我 结果 周才柱一听女儿想嫁给冯木林 就对女儿说 那个小木匠愿意娶你也可以 你想嫁给他也可以 但他必须拿出一百两银子的彩礼 冯木林父亲对儿子说 看看 我就说你不要想吃人家天鹅肉 你还不信 还是踏踏实实娶一个普通人家的姑娘吧 这时 有个叫谢婉秋的姑娘 年方二八 虽然是普通人家的姑娘 却长得如花似玉 且主动找上门说愿意嫁给冯木林 并说暗恋冯木林多年 冯木林父母特别满意 但冯木林说 你就是习师 在娘肚子里就暗恋我 我也不会娶你 我就要娶周雪兰 她答应长大了嫁我的 她不会说话不算数 她一定会嫁给我的 谢婉秋幸幸而来 却碰了一鼻子灰 只能幸幸而归 而周雪兰见父亲要让冯木林拿出一百两银子的彩礼 就对父亲说 爹 你是要拿女儿卖钱吗 你是存心不让我嫁给冯木林 那好吧 我也不嫁人了 出家当你姑去 周采柱说 雪兰啊 你也别拿这话吓人 你不考虑你跟着一个穷木匠怎么生活 我还要考虑周家的脸面 你堂堂大采柱家的千金小姐去下嫁给一个穷木匠 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放 我还是那句话 没有一百两银子彩礼 谁也别想娶我女儿 没办法 雪兰便去见木林 两个人商量了半天还是没有办法 一百两银子对逢木林家来说就是天文数字 雪兰想把自己的私房钱拿出来给木林做彩礼 但只有二十两 也是杯水车薪 最后 二人抱头痛哭了一会 便闷闷不乐地回家了 冯木林便想着如何弄到这一百两银子 第二天 父亲说 镇上里原外家要打家具 你去先干着 村里张才住家的活不多了 剩下的我干 干完了也去里原外家 这两家干完了能赚十两银子 给你娶媳妇的彩礼就够了 冯木林就去了镇上 找到里原外家 接了活 便开始干活了 晚上下了宫吃过饭 冯木林心情不好 便想出去走走 但在街上转了一圈觉得没意思 便去了不远处的莲花寺 之前 他给莲花寺修过几次门窗 和主持成了朋友 后来就经常在一起喝茶聊天 来到莲花寺 主持正一个人坐着喝茶 见冯木林来了 就赶紧请坐 并倒上一杯龙井 两人边边喝边聊 聊了一会儿 冯木林那集 就去了茅测 从茅测出来 刚要去主持那里继续聊天 突然看见一个黑影 闪进茅测旁边的一间暗室 冯木林经常来这里 熟悉这里的一切 但这个暗室一直关着 他也从来没有问过 主持这暗室是干嘛用的 那么 这个人黑夜打开暗室 应该不是寺里的人 看来应该是盗贼 他正准备去告诉主持有盗贼 却突然被暗室里的人 一把拉了进去 冯木林一看 发现拉他进来的人 脸上蒙着黑纱 冯木林说 你是盗贼 想进来偷东西 蒙面人说 你自己看看 这暗室里有什么吧 说完就跑出去了 原来是个女盗贼 冯木林追了出去 但女盗贼早不见了 冯木林张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这女盗贼想偷什么 这个暗室里 究竟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他把我拉进来去又跑了 究竟什么意思 冯木林刚想看看 这暗室里 究竟藏着什么贵重东西 脚下却被什么东西 给伴了一下 蹲下仔细看 才发现是一桶铜油 她突然有点兴奋 她是做木匠的 这么大一桶铜油价值 差不多要二十两银子 可以游戚很多家具 要是有这一桶铜油 就可以省出二十两买铜油的银子 如果自己有这五桶铜油 就可以多赚一百两银子 接下来更让她兴奋的是 当她站起来看 才发现这个暗室里 有几十桶铜油 她这才明白 刚才那个女的 应该是寄来盗取铜油的 因被我发现 才逃走了 把我拉进暗室 是怕我去喊人 可是有点奇怪 让冯木林想不明白的是 这莲花寺里 为什么藏着这么多铜油呢 主持要这么多铜油干嘛呢 我得去问问主持 如果是她的 可以借她五桶 把雪兰取进门 然后再赚银子还给主持 于是 她便又去了主持房内 她来到主持房里说 说刚才发现 有个女贼进来偷东西 被我发现跑了 主持说 此乃天意 能盗走东西是天意 盗不走东西也是天意 多行不义必自毙也是天意 世间万物一切都是天意 冯木林说 您说的没错 但您知道她想偷什么吗 主持说 经书她不会盗 沐鱼她也不会盗 袈裟她更不会盗 她想盗的一定是 可以换银子的东西 冯木林说 您说对了 她想盗取您暗室里的童友 大师 我不明白 您这里为啥会有那么多童友呢 主持说 你不知道 这是一个将军存放在这里的 很多年了也没来取 便一直放在里面 门一直锁着 除了我没人知道 冯木林说 大师 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却不好意思说 主持说 你是我的朋友 有什么不好说的 说吧 冯木林说 我想娶周采柱的女儿雪兰 但周采柱却要一百两银子的彩礼 您知道 我就是个穷木匠 上哪里去弄一百两银子啊 所以 我想先借您武桶童友 赚一百两银子取了雪兰 然后 再赚钱买童友还上 主持说 这 那可是别人的东西 她信任我才存放在我这里 我这样做可是失了诚信 冯木林说 大师 我知道您为人诚信 可我也是病急乱投医 如果大师觉得不好办就算了 等于我没说就是 大师不必放在心上 主持说 这样吧 你也是没办法才向我开口 我就失信一次吧 但帮你也是积德 何况你会还他的 就借你武桶吧 不过 要尽快买了还给人家 冯木林说 大师 您放心 等我取了雪兰 再赚了银子 一定将童友还上 然而 冯木林将五桶童友弄回家打开一看 差点把它下阴过去 这五个桶中的童友里 藏着很多黄灿灿的金子 一桶金子如果兑换成银子 便是五千两银子 眼前这五桶黄灿灿的金子 惊得 冯木林的眼珠子都不会动了 有了这五桶金子 不仅可以取了雪兰 而且一夜之间 它就成了谢周城最大的财柱 然而 冯木林冷静了一下又想 大师应该不知道 童友桶里还装着金子 如果我不给大师说用了这些金子 他的主人发现桶里的金子没了 一定会与大师翻脸 而金子的主人是将军 弄不好会杀了大师 那实际上就是我害死了大师 阎王爷也不会饶恕我的 冯木林犹豫了一会又想 如果我不用这些金子 雪兰就有可能嫁给别人 不行 我必须弄到一百两银子 我就先用这些金子 兑换一百两银子 把雪兰取过来 然后再赚钱 还上这些金子 于是 冯木林便从桶里拿了一些金子 去兑换了一百五十两银子 然后带着银子去雪兰家 冯木林父亲很是吃惊 问儿子这么多银子拿来的 冯木林说是一个富豪朋友借的 暂时也不用还 什么时候有了再还 冯木林父亲虽然有点疑惑 但儿子能娶到这么好的媳妇 也就不去多想了 儿中财助根本不愿意 将女儿嫁给冯木林 认为冯木林根本拿不出一百两银子 一定会知难而退 这样 女儿雪兰也没说的 但现在冯木林拿来了一百两银子 她不答应也不行了 只好答应将雪兰嫁给冯木林 冯木林非常高兴 但雪兰却问她这么多银子拿来的 冯木林说是她一个富豪朋友借给她的 说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还 没有就算了 雪兰说这就好 你的人缘这么好 说明你的人品好 我嫁给你也止 说完两人温存了一会儿 冯木林就回家准备拜堂成亲的事了 冯木林想 雪兰宁可与父亲翻脸也要嫁给我 我不能让她跟着我受苦 更不能因为我是个穷木匠 让她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 我要给她一个惊喜 于是 她把两桶金子兑换成银子 在谢州城买了一座大宅院 又雇了两个丫鬟和一个佣人 迎亲那天 她又花钱雇了最好的花教和教夫 给自己雇了一匹高头大马 还雇了一班月人 吹吹打打来到周财柱家 周财柱一见这阵事 眼上也有了喜色 等迎亲和送亲的队伍 来到镇上冯木林的大宅院 所有人更是吃惊了 这个穷木匠怎么一夜之间 变成了大富豪 如果说之前冯木林 突然拿出一百两银子彩礼 让雪兰大吃一惊 现在看到这么大的宅院 还有丫鬟和佣人 雪兰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因为自己出现幻觉 洞房夜 雪兰问冯木林 实话告诉我 这么多银子到底怎么来的 冯木林说 雪兰啊 不是说我有个富豪朋友吗 我曾救过她的命 她听说我娶的是 财柱家的千金小姐 就一定要借给我银子 让我买一座宅院 再雇两个丫鬟和一个佣人 说不能让你跟着我受苦 冯木林的父亲 也怀疑儿子做了什么违法的事 一直问冯木林的银子哪里来的 冯木林说 爹我有个生死之交的富豪朋友 都是她借给我的 您就不要再问了 有了银子 又娶了周雪兰 冯木林便很少去干木家活了 有人找她打家具 她就把活推给父亲 她天天在家陪着雪兰 早上太阳老高了还不起床 晚上催雪兰早早上床休息 由于事命越轻 雪兰也没有说她 但一个月过去了 冯木林依然不去干活 雪兰说 你该去干活了 不能天天在家与我耳边撕磨 冯木林说 咱现在又不是没银子花 还去做木浆干活受累干嘛 你不愿意我在家陪着你吗 雪兰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咱们借你朋友那么多银子 还要还人家啊 你不干活 拿什么还人家 冯木林父亲也劝她赶紧去干活赚钱 那么多银子都是要还的 冯木林说 你们别管 我和朋友是生死之交 他也不着急让我还 而且如果我还不起 他也不要了 冯木林父亲说 你这是什么混账话 那么多银子人家不要你就不还了 你这算什么朋友 冯木林说 给 有你吃有你喝就行了 我的事你不用管 我也不是三岁孩子 冯木林自从有钱以后 不仅不去干木工活 还嫌雪兰天天牢牢叨叨叨 就是个碎碎婆 由于雪兰天天说她 让她去干活 冯木林有点烦 便经常出入青楼 还在外面买院子 养女人 周雪兰说 冯木林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真是看走了眼 冯木林说 雪兰 有钱的男人不都这样吗 难道你还想让我再去过 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吗 雪兰说 可咱们花的钱都是借来的 是要还人家的 冯木林说 她说不还也可以 你就别这么婆婆妈妈的了 冯木林虽然这么说 但心里也有点担心 担心有一天将军回来 找大师要金子 但她已经习惯了灯红酒绿的日子 苦日子一天也过不了了 然而 五桶童油换来的银子 已经被她挥霍差不多了 要继续过这种日子 已经不可能了 于是她买了五桶童油 来到莲花寺 找到大师说 这五桶童油还给您吧 大师说 很好 随借随还 再借不难 你是个有诚信的人 冯木林与大师又喝茶 聊了一会天 便回家去了 过了几天 冯木林又来到莲花寺对大师说 大师啊 我与朋友合伙做生意 刚合伙就来了一个大生意 非常赚钱 但需要投资五百两银子 我想再借二十桶童油 赚了钱马上还你 主持说 靠谱吗 别把本也弄没了 冯木林说 靠谱 完全靠谱 快把童油借给我吧 主持说 可以 你自己去弄吧 于是 冯木林又带回二十桶童油 兑换了十万两银子 过了一些日子 又买了二十桶童油 还给主持 而这十万两银子 雪兰和冯木林父母都不知道 雪兰又劝冯木林去干活赚钱 不然 借人家这么多银子拿什么还 而如今冯木林一句也听不进去 而且对雪兰说 这么多银子 让我靠坐木匠干活几辈子都还不完吧 既然还不完 还不如不纵 再说 也许朋友不让我还了 雪兰叹了一口气 不说话了 而冯木林闲雪兰老道 干脆不回家了 每日都在青楼里纸醉金迷 冯木林父母也气得吐血 这孩子完了 果然 没几天 冯木林就出事了 那位在莲花寺 存放童油的将军回来了 找到大师 准备将几十桶童油又回家 但当他打开一桶童油一看杀眼了 桶里果然是桶油 一点金子也没有了 于是 又打开一桶依然全是桶油 最后将几十桶都打开 有二十五桶全是桶油 便确定是被人调包了 于是 问大师怎么回事 大师完全不知道 这些桶油桶里还装着金子 但却知道是冯木林拿走了这二十五桶金子 一共折合十二万五千两银子 他这才知道冯木林把他坑死了 他还以为是冯木林作声一转了 所以才成为大富豪 于是 赶紧和将军一起来到冯木林家寻找冯木林 然而 冯木林已经闻风而逃了 雪岚说 这都很长时间没有回来过了 将军和大师便报了官 亚门也在大街小巷贴上捉拿冯木林的布告 冯木林父亲唉声叹气 母亲一直在哭泣 雪岚也辗转反侧睡不着 这天晚上 半夜十分 一个黑影翻墙进了冯木林院子 来到雪岚门前轻轻敲门 并小声喊道 雪岚 开门 是我 雪岚一听是冯木林 赶紧打开门让冯木林进去 雪岚说 木林 事到如今 你准备怎么办 冯木林说 还能怎么办 好贝 我就是回来看一下父母和你 然后就躲出去 等这事过去了再回来 雪岚说 那好 你先去看父母吧 我等你 冯木林便去了父母那里 过了一会儿 冯木林过来了 对雪岚说 我对不起父母 对不起你 今晚 再和你做一回夫妻 我就走了 雪岚说 你等等 我出去看看有没有人 冯木林说 快去快回 我不能待时间太长 雪岚说 我知道 说完便出来将门关上 又用铁锁将门啪的一锁 然后就出去了 不一会儿 雪岚回来了 但身后跟着几个捕块 打开门 将冯木林抓了起来 原来 冯木林躲起来后 谢牙安排几个捕块 天天在冯木林家附近蹲守 等冯木林回来 而雪岚也知道 捕块埋伏在她家周围 冯木林被连夜压进县衙 第二日声讨审讯 她如实交代了自己犯罪事实 并退回还没有挥霍的八万两银子 那座大宅院也被查封 丫鬟何用人也都各自回家 由于如实交代了罪行 并主动退回剩下的银子 冯木林最终被判二十年牢狱 当仙太爷宣布完判决 说将罪犯冯木林压入大牢时 一个女子突然站出来说 仙太爷 我想和冯木林说几句话 仙太爷应远 女子不是别人 正是当年想嫁给冯木林 而被冯木林拒绝的姑娘谢婉秋 她对冯木林说 你还记得莲花寺那个夜晚 你被人拉进暗室吗 那个人就是我 我早就发现那些铜油桶里藏有金子 但我没有动 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 但我也知道你当时急需一百两银子取雪兰 我还知道 当你发现那些铜油和金子 你就会变得不是你了 冯木林 我也不是个好人 本来想让这个秘密永远成为秘密 但她憋得我喘不过气来 现在终于说出来了 我也轻松多了 说完便走了 由于冯木林的大宅院被查封 雪兰和冯木林父母 只好回到冯木林原来的破旧房子里生活 银子没有了 冯木林父亲也气病了 不能出去干活 家里连米都没了 雪兰便靠给人洗衣服 赚一点银子赡养公公婆婆 周才助心疼女儿 要雪兰与冯木林合理 离开冯家再嫁 雪兰说 丈夫是她自己找的 路是自己走的 她不能丢下公公婆婆改嫁他人 周才助本想给女儿留些银子 但见她这样死心眼 气得没留一文铜钱就走了 莲花寺的主持觉得对不起将军 也没脸再做主持 便离开莲花寺 四处云游去了 将军十分敬佩雪兰的为人 便给她送去一百两银子 但雪兰硬是没要 说她家还欠将军许多银子 一辈子也还不起 已经非常对不起将军了 不能再要将军一文铜钱 之后将军对雪兰说 她军营里有很多衣服要洗 每天派人送到雪兰家 洗好了再派人拿回去 让雪兰顾些人洗 一个月十两银子 雪兰这才答应 十五年后 由于冯木林在狱中表现上好 并有立功表现 被提前五年释放 回到家 看见父母被妻子养得红光满面 她跪在雪兰面前 磕了三个头 又给父母磕了三个头 说我以前鬼迷心呛 做了对不起大师 对不起将军 对不起父母 特别是对不起雪兰的事 从今往后 一定要老老实实做人 照顾好雪兰和父母 从此 冯木林又开始走街串巷 给人做木工活 由于她手艺好又工钱少 找她盖房子打家具的人 越来越多 她又带了两个徒弟 赚钱也比以前多了 雪兰生了一男一女 日子越过越好 虽然不是很富裕 却也幸福美满 正是他人之才切莫滩 钱多是福也是货 金钱面前一闪念 不易之才不可沾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